安吉大师在宫中诸寿 艾尔找到安多 感激他曾经帮助自己 艾尔称 宫中只有安多会对他温和的说话 他想让安多把他手上的佛珠赐予他 感受他的无边慈悲 以求来世过得好一些 安多取下佛珠送给艾尔 家贵妃见如意封了皇贵妃 连安吉大师都赶来巴结 十分气愤 皇上见宫女们纷纷赶往了安华殿 听安吉大师诵经 称 大师作为出家人还需避嫌 命大师祝寿完毕 就早日送他出宫 如意见江太医与索欣两情相悦 提议等孝贤皇后丧妻半年之后 便将索欣许配给江太医 深夜 艳婉在宫中放了很多流营 吸引皇上前来 皇上果然来到永寿宫 照艳婉侍 如意在宫中突然听到异样 原来是三宝在准备热水的时候 看到有一名身穿白衣之人来到宫中 那刺客听到声音之后便逃跑了 此时人已不见了踪影 如意连忙命人禀告皇上 第二日皇上到启祥宫 与家贵妃说话 可不久便急召如意前往启祥宫 如意来到皇上与家贵妃面前 皇上提起 如意整日去安华殿祈福 家贵妃说自己也命人送佛经前去祝寿 可从未亲自前去 如意与大师想必甚何演员 大师才会将贡香与手串 只送给如意一人 如意承认大师送给过自己贡香 可从未见到过手串 家贵妃让真书前来 如意称 自己从未做过死事 家贵称 这个手串 是自己与这个方程一起拿到的 这些乃时内日 追捕刺客的侍卫剪刀 同时剪刀的 还有一封神似如意字迹的行书 如意便称 这信不是自己所写 皇帝说 宫中无人可以模仿如意的字迹 一对如意起了疑心 如意受了冤屈 感慨宫中是非不断 如意让索心请礼遇检查 告发自己的东西中有何不妥 此时 福家带人前来 称太后命人 查看东西六宫 看看是否有宫女行为不简 皇上询问李玉 如何看待此事 李玉称 自己认为如意不是这样的人 皇上也表示 自己与如意情分不同 虽然有数样物证 也不能全然相信 福家带人来到家贵妃宫中搜查 结果看到了艾尔手上带的佛珠 福家敏人将艾尔压下去 艾尔招任 这佛珠是自己向安多求来的 太后责罚艾尔鞭打一百 命和宫工人旁观 以作训诫 太后称 宫中闹刺客之时 与宫女无关 让皇上还需细细查问如意 家妃对宫女说 她明白皇上并不会因此处置如意 可皇后最重要的就是清白 一个被流言缠绕的女子 怎能成为异国之母 可如今皇上按着此事 家贵妃决定再加一把火 利用艾尔将此事闹得再大一些 夜晚皇上想起如意与大师之事 难以入眠 监狱之中 艾尔啼哭不止 得知自己害了安多大师更加自责 这时 狱卒为她出了一个主意